在選舉前 其實很多美國AIT的官員也好 很多美國的專家學者 都認為就是藍綠的這個 基本的盤勢 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有一些人還說 他們是被民進黨誤導的 覺得再怎麼樣 比如說這個高高屏 就是比較南部的地方 民進黨還是可以守住他的基本盤 也就是說他們在選前 完全沒有預料到韓流的翻盤 這裡就是為什麼這五個學者 急急忙忙的邀請韓國瑜去 今天不論韓國瑜 到底要不要參選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作為一個美國的一個 對兩岸非常清楚的 政治學者來講 他的首要之物就是要研究到 比如說以2020這個大選的布局來看 如果今天韓國瑜選或不選 就算他不選 韓流介入將對兩黨的政治生態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會不會就是說本來可能朱立倫 或者是國民黨任何一個人 出來代表 他跟蔡英文之間的這個趨勢 本來是應該如果民進黨 選蔡英文出來 朱立倫應該是會贏沒有問題 可是會不會因為韓流的加持 朱立倫的勝選 或任何一個國民黨參選人的勝選 變成更牢不可破 如果是這樣 韓流變成一個助攻的 非常的有利的因素的時候 那麼今天韓國瑜講什麼話 今天不管是誰當總統 會忽略他的一些兩岸政策的堅持嗎 美國人非常想要瞭解這一點 我認為即便今天韓國瑜 他仍然待在高雄市長的職位上 但是因為他助選有功 他已經變成一個非常重要 劃水的結黨的政治人物的時候 當然他的兩岸的主張 就會影響到 如果未來的國民黨的總統當選人 所以今天美國人是 可以說選前就已經非常期待 要邀請他到美國去 來做一個韓流的研究 而且他提出的那些理論 我們可以講 其實真的都非常有趣 你說他說從橄欖球 一直到狗骨頭 一直到現在的戀球狀況 我跟大家講 他講的這些三個 我不認為是兩岸的東西 我認為是台灣內部 也就是說台灣內部 因為兩極的人口數越來越多 雖然輝文可能認為說 只是人少 但聲音很大聲 這點的確是 但是我認為中間選民 之所以被稱為中間選民 因為他也很容易被兩端的 極端的選民受到影響 造成波動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2014年的太陽花的運動 你說那些人是多數嗎 他不是多數 可是 你沒有講好的例子嗎 OK Anyway 他就造成了2016年 國民黨的敗選 不是如此嗎 不管他今天那些人 是不是少數 至少他彰顯出來一件什麼事 就是國民黨真的沒有能力 應付這種問題 你知道多少藍軍的選民 看到太陽花的時候 就算他是少數好了 就算他那些全部都是綠色的支持者 去鼓動了太陽花 去佔領了立法院 可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當時有多心痛你知道嗎 覺得國民黨的當權者 居然連這樣子的問題 都沒有辦法解決 所有的支持者 眼睜睜的看著太陽花 佔領了立法院 在進攻行政院 所以國民黨的支持者 會有個問題 就是我今天給了你絕對的多數 我給了你行政的多數 立法的多數 但是你的治理 居然還是對這些 您口中所謂的少數人 好一點皮條都沒有 所以這就是今天 我認為台灣問題的很嚴重 除了兩岸之間 蔡英文刻意的挑撥以外 我認為兩岸的之間 你比如說像舉一個例子來講 像這個政會中 最近掌裹這個 政立軍的事件來講 就是已經台灣的社會 已經變成一個極端化的分裂了 也就是說今天 在台灣內部已經不是練球 已經是像謝龍介議員講的 已經是刺球了你知道嗎 兩邊的人 很多時候就是各說各話 台灣變成一個 不能講一個中道是非公理的地方 也就是說今天 就看你打人的是哪一方 被打的是哪一方 被打的如果是綠的 打人就錯 被打如果是藍的 打人就有理 對於很多綠營的支持者 來講就是如此 所以我認為台灣越來越缺乏一個 尤其是在教改以後 大家也可以看到 最近這個我覺得最厲害的 就是攻心為上 綠營的攻心為上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比如說他最近 這個課綱微調 對不對 很多考試裡面 中國文化教材 變成那麼多題目裡面 以前還有三題 現在只剩下一題了 他就是要去中國化這個核心脈絡 把你去中國化的文化 整個從台灣人心裡面 或者台灣的文化裡面去除以後 他以後的這個環境 不管是怎麼樣 永遠是對綠營有利 不管他內政做得多麼荒腔走板 為什麼韓國瑜今天會說 百分之百的經濟 零分的政治 很簡單 因為整個政治的大環境 因為民進黨用教科書 來給台灣人洗心革面 去革新的結果 心 心臟的心 去革新的結果 這整個大環境 本來就對國民黨非常不利 所以我認為 美國人會想要了解 韓流是怎麼回事 是非常必然的 他覺得很奇怪 已經進行了20年的課綱微調 應該年輕人都被洗腦洗得差不多 結果居然高雄市會翻盤 所以我認為 這是美國人最想要去了解的地方 為什麼他會請韓國瑜去 今天如果他要選 美國人當然要請他去 就算他不選 美國人也很想了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美國人呢 BC人 都沒有בר 另外一位 發現 我們的